都吃下劲了吧 八个壮汉要将千斤中的龙王抬到门外里 如果成功每个人将会拿到两个大洋的报酬 为了吃上一顿肉兄弟们都拼了 怎料没走几步于战熬瞬间就感觉骨头快裂开 赶紧让兄弟们下棍子 这昂贵的 不行啊 要死人的 今天 咱们要是在了 王后再勾异 咱们操架钢子班戈就是完了 战好兄弟 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 于战傲为了杠子班的名声再次将兄弟们团结起来 势必要将龙王抬到门外去 此刻九儿和俊杰也赶过来看热闹 咱们有言在先 一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正法 风水先生说了 请龙王 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 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 那是自然 走啊 老板为了把一百块大洋赚到手不管杠子般的死 八个壮汉为了赚到各自的两个大洋也是拼 重打几千斤重的龙王就这样被他们请 龙王平安落地 铁打的于战傲瞬间吐出了一口鲜血 围观的人纷纷叫好 瞬间对这伙卖力气吃饭的人刮目相看 九儿对于战傲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县令诸豪三听到如此大事件闻讯感 怒斥他们拜龙王爷求雨是迷信行为 还要将这胖龙王抽个两百鞋底 朱县令不信神也不信鬼 认为轰了龙王以后就没人再迷信了 怎料关键时刻天上突然乌云密布 眼看着就要下起大雨 村民们都认为是龙王显灵纷纷开始归拜 看到了吗 我们县长可真厉害啊 拜他干什么 那是老天爷的事 都起来起来起来 于战傲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九儿 可这个漂亮女孩心中已经有了一中人 二人从小青梅竹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理 怎料毒鬼父亲为了还债竟然决定卖女 轻易就将他许配给了别人 父亲为了得到彩礼前完全不顾久而死活 俊杰听后非常心疼他 当即决定与他私奔摆脱他父亲的纠缠 二人约定好明晚十点一起逃到青岛去 为了跟九儿在一起 他立刻向他求婚 承诺以后一定会把这个草戒指给他换成金戒指 九儿感动的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 为了摆脱九儿父亲的纠缠 二人约定第二天就一起私奔去青岛 怎料俊杰母亲很快发现儿子的一样 而俊杰也不想藏着噎尘 希望母亲能去九儿家里提亲 俊杰的母亲为了留住儿子 第一时间就把二人私奔的消息告诉了丈夫 为了彻底断了儿子的念想 夫妻二人决定联手演一场苦肉节 假装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很快套出了他们私奔的全部细节 张继长转眼就把儿子与九儿见面的地点 和暗号告诉了土匪花婆 毫不知情的九儿准时到达了见面地点 怎料刚听到三声鸡掌声就被花婆子的人抓了起来 九儿被人五花大绑带到了土匪窝 看到这个黄花大闺女长得不错 花婆子打算连夜百艳习语气成亲 九儿宁愿死都不愿意嫁给花婆子 幸亏那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花婆子见她性格如此刚烈 索性直接告诉九儿是张俊杰出卖了她 九儿听到后震惊不已 此刻的俊杰也得知了父母的阴谋 夺门而出孤身来救九儿 花婆子直接放她去跟九儿解释 料定她为了保护母名声 不会说出真相 从小就挨欺负受骗的九儿 误以为俊杰将她卖给了土匪 当即决定与这个富家公子一刀两断 就在九儿绝望之际 没想到竟有一个跟自己毫无干系的男人要救她的命 你干什么救我呀 你个大哥看你可怜 你放心吧我不同胞胞 就是一会打起来的时候 你得知道跑啊 可教的 心爱的女孩为了富贵要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醋意大发的余湛敖只能狂颠叫子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 她暂时忘却了心头的不快 而轿子里的九儿却被细耍得头晕目血 可她依旧咬紧牙关不入生死 为了缓解内心的烦躁回郁闷 余湛敖和兄弟们就拿出了颠叫子所有的觉悟 直到教堂断裂才停了下来 此刻教中的新娘子再也憋不住 跑出来吐了一会又傲娇地回到了轿子 这就解气了 有本事接着颠 哥服了 今天我想嫁了 九儿锦一句话就让余湛敖失去了笑容 她嫁给麻风病人后半辈子几乎混 而她却还在戏耍她 有本事接着颠 姑奶奶不怕 颠呢大哥 谁怕谁 闭嘴 十分惭愧的余湛敖要把九儿平安送到善家 怎料半路上又遇到了一个不速之渴 一个蒙着面的土匪拦住了他们的去 命余湛敖等人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你解我们没用 人还没送到主家那儿呢 出当里一个子都没有 不要去 让人 土匪让九儿去高亮地里等她 九儿虽然害怕但并没有开口求救 进去之前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余湛敖 余湛敖也感受到了九儿求救的目光 这才决定放下恐惧和劫匪拼命 怎料这个人正是刚与九儿分手的张俊杰 这段感情对九儿来说断了就是断了 被他出卖过一次九儿决定及时之所 宁可驾到火坑也不想跟他再有牵扯 此时余湛敖看到九儿一只脚还未进入校内 就用手抓住他的脚轻轻揉搓了几下 不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试探九儿心里有没有他 谁知九儿只是挣扎几下并没有举动 余湛敖心里便有了底 花轿就这样被顺利抬到了善家 余湛敖以为二人这辈子就这么有缘无分了 想以后娶个老婆踏踏实实过日子 怎料前来喝喜酒的 他竟看到了九儿跟一只公鸡拜堂成亲 九儿跟一只公鸡拜堂说明新郎冠病的很重 余湛敖对他的爱慕瞬间又燃起了希望 暗恋九儿的余湛敖此刻十分开心 可他跟公鸡拜了堂就算嫁到善家了 九儿拿着一把剪刀终于见到与他病亲的善恋王 没想到新郎官已经病到无法下床走动了 可怜的九儿远远地躲着奄奄一息的新郎 心中既害怕又担心 晚上已经守管多年的大少奶奶寂寞难难 每晚靠数着豆子才能睡个安稳觉 不由地跑到刚结婚的九儿房外听墙脚 别过来啊 你要敢过来我扎死你啊 你放心吧 你就是想让我碰那事 我还没力气呢 大少奶奶趴墙脚一晚上也没听到任何动静 九儿冒险给自己找了一床被子就那样蹲在地上睡着 心爱的女孩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 想到与九儿相遇的每一幕都让于湛敖心情无法平静 心烦意乱地他跑到饭馆要看羊腿发泄情绪 我要吃羊肉 羊肉留给花脖子 我要吃羊肉 他一会儿就要来 我要吃羊肉 一个大羊 只有八个铜板 一个大羊 只有八个铜板 你吃翘是吗 那羊肉呢 土匪花脖子进门间于湛敖抢了他的羊肉 惊奇地瞪大了双眼 还没有人敢在他嘴里抢势的 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真 行吧 行 想就写这事 看到于湛敖连刀架在脖子上都不怕 花脖子立即招聘他跟自己一起上山去当土匪 可于湛敖根本不愿与他同流合物 九族范宝便一走了之了 可他心中的那团火还是没有发泄出来 仅仅第三天了吧 什么意思 我要去办件事 等我回来 哥 要不要我给你一块 回家等 于湛敖猜到九儿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于是便躲在他回娘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 蒙着面直接拦下了心爱的女孩 我知道你是谁 你蒙脸干啥呀 被爱压抑许久的于湛敖直接将九儿扛进了高粱堂 九儿奋力抵抗却没有一点用 于湛敖势必要让九儿彻底变成自己的女人 看到于湛敖失望的表情 九儿竟突然转变了态度 主动抱住了这个野汉子随了他的心意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 九儿才走出了那片高粱堂 你刚才上高粱堂里干啥去吗 上包房 上包房上一时去 这咋有好啊 此刻的九儿忽然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不停地回望着那个把他带进高粱堂的男人 他们的爱情就从这里正式开始了 晚上于湛敖悄悄来到了善扁郎的家 郑重地向他宣誓着主角 等等 不许碰九儿 要是碰着 我弄得死你 来人啊 别喊 来人啊 于湛敖悄没想到善扁郎竟还不如个泥捏的 还没碰他一下就咽了气 善扁郎的父亲听到动静也闯了进来 看到儿子没了呼吸伤心不已 你杀了我儿子 不不不不 不是我杀的 你还我儿子 不是我杀的 还我儿子 是他自己 我儿子 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我给你拼了 父亲想跟于湛敖拼命却一头撞在房梁上咽了气 两条人命就这么没了 于湛敖慌乱中急忙六支大吉 善家一老一小一夜间丧命 此事一出整个善家上下立刻乱成了一锅中 善家两位叔叔没想着查明真相 竟第一时间想着分割大哥的财产 这大嫂啊 如今我大哥走了 匾郎也没了 你们这汁上就没了男丁了 所以这烧锅和这酿酒的方法就应 祖中留下的规矩自然是不能破的 我爹和匾郎虽然走了 但是他们死前的三天 我爹已经替匾郎娶了亲了 二位叔叔不妨回去先等两个月 万一我弟妹真的没怀上 你们有什么话咱们再说 机智的大嫂幸亏提前命人 将九儿请回了家 如今他们州里二人的命运 完全拴在了一起 不得不一起携手作战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 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 扁郎要是在你肚子里没留下肿 怕是咱们州里俩都要被赶出善家的 死了都要被埋到乱粉岗子上去的 嫂子不慌不忙继续询问九儿 她与善扁郎到底是不是真夫妻 你告诉嫂子 扁郎到底动了你没有 有没有留下肿啊 嫂子这么跟你说吧 听到九儿这么一说嫂子心里终于有底了 她从刚开始就是抱着善家大少爷的牌匾嫁回来 为了继续留在这里守住善家基业 只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九儿身上 也汉子于战敖再次对九儿疯狂表白 却得到了她响亮的两个巴掌 刚刚守寡的九儿只想守着善家家夜果安稳日子 奈何于战敖一直纠缠着她不放 面对于战敖的一片热情九儿并不是没有感觉 狠下心决定陪着她再疯狂最后一次 以后便再也不跟她来往了 而于战敖也没想到这个女人变得如此之快 从今往后啊 你是你我是我 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你走吧 我回去了 你永远是我的女人 到哪都是 九儿没想到刚摆脱了于战敖又来一个张俊杰 虽然她已经嫁人 但俊杰还是忘不掉她 我看见你给那个杀人犯作证 我也知道你们进了高粱地 你真的喜欢她吗 看见了还问什么呀 那我们呢 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 你忘了吗 俊杰少爷 我要不是你 怎么会有今天 从今往后啊 我也不认识你 也不认识她 大家都各过各的 九儿与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开始生回 怎料刚回家就被嫂子伤了两个大巴掌 要求她立刻断绝跟于战敖的来往 你是有家回不得 我也是一样的 咱俩要是不守住这个家 我们两个就全都完了 以后还跟那土匪众来往吗 我来了 两个守寡的女人决定从此以后相依为命 可追求九儿的两个男人此刻并没有就此消停 醋意大发的俊杰随后便找到于战敖要跟她决斗 打斗啊 打斗都行 你说了算 你这小身板也不扛揍 要不这么的 一人三拳 来啊 好 我是真不忍心欺负 要不咱还是算了吧 不能算 你欺负了我的女人 必须给你决斗 俊杰拼尽所有力气给了于战敖三拳 怎料这个毛汉根本没有丝毫感觉 而于战敖则只用一招差点要了这个书生的命 九儿在五八同城上找了两个宝洁 将房子打扫干净 准备重新开始生活 就在此时于战敖又来到善家找他 想要在善家谋个差事给九儿参加护院 立刻惊动了善家上下所有人 寡妇门前是非多 罗汉知道两个女人守着这份家业有多难 劝于战敖如果真的爱九儿就应该离他远远的 但于战敖却无法理解 看到于战敖死赖着不走 罗汉大哥直接叫人要将他撵出去 九儿见状直接把于战敖叫进屋里 狠狠地扫了他一顿 称自己根本看不上空有一身剑子肉的男人 这才让于战敖清醒了过来 你这个女人有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你贤屁爱富 既然你知道了 你就该拿着你的东西啊 有多样不对 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看得起我 我要让你心甘情愿地伺候我 好啊 我等着 戴酒脸 戴 亲爱的女孩摇身一变成了身怀六甲的孕妇 喜当爹的于战敖瞬间收起匪器 要带着她回去做压寨夫人 干嘛走吧 你说啥呢 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 我干啥跟你走啊 你是我的女人 我是你肚里孩子的爹 这肚里的孩子啊不是你的 是善变狼的 那个没洋气的话 怕是连你的炕头都爬不上去吧 爬不上 为了向九儿证明自己 穷小子于战敖几个月时间 就当上了土匪头子 没想到九儿依旧看不上他 于战敖我告诉你啊 你要真觉得你跟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呢 你就趁早别当匪 当匪的没有一个好下场 你迟早让官府给毙了 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生完孩子啊 我再来接你 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哎 于战敖又被九儿扫了一顿 只能失望离开 此刻俊杰也在失恋的阴霾里走了出来 当了医学校长 教人失文断字 可是统共才招了几个学生 大家还都不愿意去 都认为读书没用 还不如去当个土匪 学人认字有什么用 顶吃还是顶穿 该饿的话 还不是得饿的话 就是 人家二轴子跟了于大哥 现在吃相的喝辣的 不比人自强呀 二轴子当土匪了 学生们罢学的画面刚好被九儿撞个正着 俊杰以为他也是来看自己笑话 亲爱的女人被于战敖抢走 自己办一学也被于战敖搞砸了 俊杰越想越气不打一处来 他毁了你 人家又毁了我办一学 我跟他试不了 这不一定是于战敖使得坏 于战敖收到俊杰的战书准时前来应战 两个追求九儿的男人再次争锋相对 但这个文雅书生注定都不过一个土匪头子 三两下就被于战敖给制服了 九儿害怕闹出人命急忙跑出来劝他 不想二人再因为自己互相伤害 就凭你们俩这个德行 一个书袋子一个土匪我一个也看不上 是男人就滚远远的 从今往后别拿我带九连说事 小白梁 都听见了吧 别死气白烈的 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 九儿 今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 我不跟你计较 我等孩子生出来再说 于战敖不会放过你 我不能看他为非作战 我会跟他斗到你 两个男人为了九儿注定斗争盗子 而九儿眼看着就要生产了 大嫂担心的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如果他生个闺女 那他们轴里就没法在善家活下去了 自打九儿有了身孕之后 这两家人都来了多少趟了 每次来都说九儿怀的不是善家的种 要不是我这么硬撑着 九儿早都被赶出家门了 你说我跟他们闹成这个样子 回头九儿再生个闺女 他们会好好善待我呢 为了顺利继承善家产业 嫂子急忙让罗汉回他老家 找个刚出生的男婴回 如果九儿万一生下的女婴 就来个离貌患胎子 而九儿也万万没想到 平日里对他百依百顺的嫂子 为了拿自己孩子 与善家两位叔叔 增加产差点要了他的命 19岁的九儿第一次生产 就差点要了命 折腾了一晚上终于看到了希望 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孩 体哭声他终于生了 嫂子慌忙问接生婆 是男孩还是女孩 嫂子听后瞬间感觉天塌了下来 按照祖上规定 善家只有男丁才能继承财产 如今守寡的九儿 和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希望 善家两位叔叔 立即让他交出账本 开始分财产 两位叔叔因为财产分配问题 争论了起来 怎料关键时刻 丫鬟出来传话 撑九儿的肚子里还有一个 听到九儿肚子里还有一个 贪财的两位叔叔开始相互安慰 不相信九儿能有福气 生个龙凤胎出来 产婆不停地让九儿再试点击 怎料没过一回 他突然受到惊吓冲了出去 称第二胎孩子是横着的 根本生不出来 两位叔叔听后瞬间乐开怀 这是老天有眼啊 不让咱们善家的家产 老你也准是哦 三宝宝 我一家老小的性命 全都在你的手上 你只要保住孩子 保住孩子 我 我一定有重赏 有重赏的 不行啊 三宝宝 不行啊 生不下来了 我求求你了 我这个人不能背两条真命啊 你还是命情高明吧 三宝宝 产婆在关键时刻突然跑路 善家两位叔叔又开始闹着要分财产 嫂子急忙冲进产房去看个究竟 看到大出血的九儿已经无法生出第二胎 平日里对他百依百顺的嫂子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把他丢给了一个丫鬟就跑了出去 随即找到罗汉开始商量争夺财产的事 现在那两家人就等着九儿烟气 你赶快 赶快 叫伙计们把烧锅和家园都护好 然后 你叫账房 找个经纪来 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掉 马上变现 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你们俩吧 护着大少奶奶 如今屋里就剩下 烈儿还陪着九儿 奄奄一息的九儿称自己不想死 恳求烈儿能帮帮自己 但没有生产经验的烈儿根本无从下手 九儿劝说烈儿不要害怕 让他伸手进去把孩子拽出来 拽断拽舌 他都不会怪他 没有生产经验的烈儿 为救主人也是拼了 通过两个时辰的努力 就这样硬生生将九儿从鬼门关拉了回 关键时刻管家罗汉及时冲上来护住了孩子 与前来争夺财产的两位善家长辈彻底撕破了脸 善家财产争夺战终于结束 此刻连续生出龙凤胎的九儿已经命悬一线 为了保护家业的嫂子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醒来后却抱着弟妹生的大胖小子不肯撒手 得知九儿命悬一线书贤突然动了歹念 让罗汉把给他看病的大夫请走 这样一来他就是孩子唯一的娘了 等大夫走后他随后又带走了弟妹救命的药 这一幕刚好被烈儿撞到 二少奶奶明明还有呼吸为什么就不救了呢 看着还发着烧的九儿吃不下药 烈儿连夜跑去求大少奶奶能救救她 却被一口拒绝 烈儿 不要多事 只要你听话 你还可以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事 可你要是不听话 等送走了二少奶奶 我就把你送回原来的家去 烈儿没想到大少奶奶竟如此冷漠无情 她只霸占着儿子什么也不管 烈儿一边要照顾九儿一边还要看着没人管的闺女 自从她生下来就没吃过一口母乳 急忙找到奶妈帮帮忙救救孩子 随后又去找大夫求她救救救 我和你十双 你们家大少奶奶是想着让二少奶奶死啊 这打呼人家的事乱得很 你一个丫鬟就别管这些了 不行啊大夫 二少奶奶她一向带我亲入姐妹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才只是个丫头 可我也得知道知恩图报不是吗 知恩图报的烈儿不停地求大夫救救救救 大夫这才心软下来给九儿开了一个房子 但能不能治好就看她的命 此刻一直高烧不退的九儿连一口药都喝不下去 烈儿着急之下请求大少奶奶帮帮忙 怎料这个狠毒的大嫂丝毫不会心软 没死大少奶奶 胸口窩还是热的 心还跳呢大少奶奶 快点 去 把我给二少奶奶准备的兽衣都拿来 别开车 人死了不能停太久 不去 二少奶奶还没死呢 去不去 烈儿不相信九儿已经死了 但在大少奶奶的威逼恐吓下只能照搬 舒贤随后叫来了九儿的亲人 让罗汉赶紧给她入恋 没想到这时候烈儿还是没有放弃救她 九儿从棺材里坐起来一脸懵 一心想要她命的嫂子彻底傻了眼 这是死着呢还是活着呢 大大尸 他这是大尸 俺的闺女 俺知道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们干啥呢 九儿 我就说嘛 这咋就被死了呢 哥哥看着死而复生的妹妹激动的说不出话 父亲却斥责女儿还不如死 这样善家就能如约赔给她三百大羊了 活过来的九儿终于见到了自己拼命生出的一双儿女 决定让嫂子给两个孩子取个名字 但哥哥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 我说你们这家人怎么那么狠呢 生孩子不给报个心 生病了也不给报个心 一报个心就说要出病了 这里边还没鬼 我带大家以后我倒着走啊 哥 嫂子对我这么好 怎么会有鬼呢 你以后一个人在这人家 你一定得多留个心眼 再有什么事 咱那爹就指不上了 你一定给你哥送个信 好好好 九儿询问自己昏迷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恋儿害怕事情闹大什么也不肯说 只是提醒他孩子的名字一定得自己起 聪明的九儿立刻发现了端倪 随后亲自给儿子取名叫豆冠 女儿叫器官 舒贤很快感觉出九儿态度不对劲 以为恋儿对她说了什么 决定立即让她离开善家 我家姐姐说了 有她在就有我在 你要再这样 我把什么都告诉她 胆子这是越来越大了 太没有大小了 我不怕你 你想害死二少奶奶 把这二少奶奶的孩子 没门 练儿知道九儿昏迷之时受了多大的委屈 就算自己被赶出家门 她也要将所有事情全部说出来 此刻的九儿正在追问管家罗汉发生了什么 练儿知道她只会护着大少奶奶 所以必须由她来告诉九儿一切 练儿你瞎说什么呀 她平常对我这么好 她平时对你好 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她就巴不得你死 她好给孩子当娘 我明白了 九儿立即让烈儿吩咐灶上给她煎药再做好多好吃的 再去五八同城上请两个宝洁打扫一下屋子 既然嫂子那么希望自己死 那她偏要好好地活到一百岁让她看看 轴里二人的矛盾一触即发 于战敖得知九儿生了龙凤胎很高兴 连夜赶到善家来找九儿要看看一双儿女 而九儿这次却一反常态地要让她进来 这谁呀 在外头嚷嚷着 孩子在爹 你可不能胡说啊 你生的孩子可是善家的种 白衣叫二叔和三叔家知道了 九儿认识到嫂子的真面目后故意跟她对着干 光明正大地把于战敖请进了屋子 烈儿看到霸气十足的于战敖崇拜之情 瞬间油然而生 九儿突然地主动示好让于战敖受宠弱 询问是不是有人欺负她了 但坚强的九儿称自己能对付得了 看到他们恩爱的画面 守寡十多年的嫂子果然一刻也忍不了了 第二天于战敖想带着九儿离开善家 却遭到九儿一口拒绝 我的孩子为啥非得姓善呢 你以为你是土匪呀 你还是贤僻爱夫 舍不得善家这份家业 既然你知道我贤僻爱夫 那你也创那么大一个家业 给我呀 你等着瞧 为了留住豆冠宝珠善家产业 嫂子只能主动找到九儿赔礼道歉 希望她不要再和于战敖来往 可九儿表示孩子本来就是战敖了 孩子的爹来看孩子是天经地义的 可你现在跟这个人 也不这个人眼 这回头 要是让二叔三叔知道了 他们不承认 这豆冠是善家的血脉 那就有理由把咱们姐妹俩赶出去了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 守着家产能干啥呀 你生病的时候不照样没人管吗 守着个可靠的男人 哪怕跟他拉棍儿要饭呢 差点被嫂子活埋的九儿 算是彻底想明白 甘愿跟着于战敖也不想守着 善家家夜当一辈子的 可嫂子却不能由着她胡来 得想办法治治她 晚上于战敖又来到善家看一双儿女 此刻的嫂子一刻也等不了了 她这算什么呀 啊 你就说通奸吧 她也得闭点人眼吧 这倒好 两个人公开的过一块去了 咱们还得替她瞒着 这算什么呀 这这 二少奶奶是和道少奶奶生气 想您示威呢 就这样下去 二叔三叔那还能瞒几天 你到时候这家不还是别人的吗 想个法子治她 再过几日就是孩子的百月宴 嫂子猜想着于战敖肯定会来 急忙去报官让朱豪三把这个土匪给搅了 孩子百月宴这天九儿穿着一身红色 没一会乡亲们和朱豪三都来喝喜酒 聪明的九儿很快就察觉出朱豪三的心思 也知道是嫂子报了官 赶紧让烈儿去拦住于战敖 半夜朱豪三带兵守在善家门口埋伏好 等着于战敖的到来 怎料烈儿根本就拦不住她 今天晚上您不能去 为啥 朱豪三 朱县长他知道你要来会打您的埋伏 所以姐姐不让您去 敢不敢跟我冒死险 冒啥险 老子要在朱豪三的眼皮的底下 喝到百日酒看着孩子 会被发现的于大哥 怕了 谁怕了 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怕 有种 上马 于战敖走到后门干掉守卫准备冒险进去 关键时刻罗汉出现了 他不想看到两位少奶奶矛盾再次升级 主动乔装成于战敖的样子 策马奔腾帮他引开了朱豪三的骨子 就这样放于战敖进了善家院子 让他如愿喝到了一对儿女的满月酒 嫂子本以为这次可以顺利除掉心头大患 没想到关键时刻罗汉竟选择站在九儿那边 你让他上课了吗 九儿只是与前男友见面续了续酒 怎料吃飞醋的于战敖下一秒就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 如此深情且专一的男人很快被丫鬟惦惦记上了 于大哥 你们先了吗 啥事儿 天冷啊 要我给你拿个汤婆子不 我披糟肉厚用不着汤婆子 再说了 天冷啊 我有你二少奶奶呢 她身子热 没事了 你赶紧回去睡吧 恋儿 于战敖幸福地看着九儿为他生的一双儿女 也不知老于家祖坟上长了哪根草材 让他能得到这么漂亮的规矩 为了两个孩子着想 九儿劝于战敖不要再继续当土匪了 要不答应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来了 怎料粗意大发的战敖以为是俊杰在他跟前嚼舌根了 竟第一次和九儿争吵了起来 不走了 你不在这睡了 看咱们都睡完了吗 杀人啊 我还想问你是杀人的 杀人能把你的心可无遮了 孩子 你不是说都睡完了吗 你能滚断要滚断 以后别回来 这可由得你 老子是土匪 你见过哪个土匪今晚还在经过主家同意的 我愿意来就来 过几天我还来 你个畜生 畜生 畜生把你睡了 你就是个母畜生 九儿没想到于战敖这次还真头也不回地离开 守寡十多年的大少奶奶看到这一幕真是恨得牙痒痒 掉进醋缸的于战敖回到土匪窝就找俊杰的茶 一巴掌拍醒了这个熟睡的情敌 警告他不要再对自己女人抱有任何幻想 你说你要去找九儿 我没拉你吧 该也都跟他说啥了 我让他劝你回头 胡说 他根本没说这些 见面就不让我去了 百命使你叫他 你也不问问九儿为什么烦你 能为啥 还不是因为你 那你把我逼了 逼了就没人给你抢了 来 太目中无人了 大哥不动手 你们几个把他拉出去毙了 好 醋意大发的于战敖在众人的起哄下 要把俊杰拖出去毙了 幸亏在关键时刻冷静了下来 如果他真毙了俊杰九儿肯定会说他小肚鸡肠 算了还是先留着他一条命吧 然而让九儿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由于于战敖这几天频繁出入善家 县长朱豪三很快得知九儿和孩子就是他的软肋 于是不惜将他们母子三人作为诱饵 利用他们把这个土匪头子引出来 你和于战敖有国情 九儿知道于战敖要被抓住肯定是个死 急忙让烈儿回去告诉他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出来 收到信的于战敖瞬间崩溃 说什么也要将妻儿安全救回来 于战敖你不能去 你是打扰我去打医生 你不怕没女人没孩子 都怪没了你还可以再生 我就可以为你生 在众人的劝说下于战敖终于冷静了下来 决定想个周全的办法救出妻儿 而此刻的九儿为了救自己男人也是拼了 使出苦肉计不吃不喝也不管孩子 不相信朱豪三真会要了他们娘两个命 而此刻的大嫂为了救斗关也豁出去 在县衙门口大喊朱豪三为抓匪绑架平民百姓 怎料朱豪三却依旧不为所动 任凭谁来都不肯放人 你信我一去朱县长 对于战敖来讲 九儿一个就够了 豆关不如九儿重要的 怎么可能呢 男人体心厌旧 现在有了新婚也未可知啊 孩儿就不一样了 亲骨肉 他可以不为九儿来 孩儿就一定得来 朱豪三随后就将书贤轰了出去 他索性跪在外面直到县长放人为止 九儿一直不吃不喝眼看着就要闹出人命 别无他法的于战敖再也无法忍耐 决定拼上命也要将他救出来 朱豪三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等你去 你不能带着兄弟们前去送死啊 军师 帮我消消办法 咋办 咱们在高密县城外面守着 冲了一个绑一个 就当给他最后统帝 到时候他要不放人 过一个是人才杀一个 过一个是人才杀一个 杀得越多闹得越狠 我看看朱豪三怎么办 军师建议于战敖同样绑老百姓反击朱豪三 朱豪三收到于战敖的通知后 立即集合警卑队 只要他赶来就让他有去无回 他要让九儿看看于战敖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 结果却只看到他一人之身前来 九儿 你跟孩子没事吧 没事 你绑了老百姓呢 绑老百姓 那是你朱豪三干的事 我于战敖虽然是土匪 但老子发过誓 绝不祸祸老百姓 你把他们娘俩放了 我跟你走 九儿知道战敖落到朱豪三的手里 就只有一个死 劝他不要犯傻 不过战敖却选择束手就擒 新丹情愿放下武器正是向朱豪三投降 要用自己的命换回九儿和孩子 朱豪三把于战敖关进了大牢 随后命人贴出告示三天后召开审理大会枪毙于战敖 此刻他的弟兄们立刻急得像热锅上的麻衣 关键时刻九儿站了出来 俊杰带着兄弟们后半夜来到大牢附近 齐心协力拉断牢房的墙壁将于战敖救了出去 通过这件事情 九儿才认清楚自己在跟他联络有多么威胁 为了孩子们能够平安长大 善家两位叔叔总想找借口除掉两个孩子霸占家产 那些跟于战敖在江湖上结了院的人也想除掉他们 只要跟他有联系孩子每天都活在刀尖上 九儿为他可以不顾明节甚至不要命 但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却不得不与他了断 可于战敖却无法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这善家的产业救他娘的这么重要吗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了善家的产业吗 那你为了啥 你要真为了孩子 可以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到了我那儿没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跟你当匪啊 有啥报道 两个孩子长大了怎么办 跟着你东躲西藏吗 那咱们就离开口里 去哪都行 去哪啊 你得罪的是官府 不仅仅是猪豪猜 你明不明白 你放心吧 只要我活着 我不会亏点你们娘 你要死了呢 说啥呢 你这人头多少人想要 你要死了呢 清醒的九儿无法把孩子的前程 放在连一个脑袋都保住的人身上 铁了心要和于战敖一刀两断 可于战敖却无法接受与他们彻底分开 偏偏又拿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办法 九儿断得干净利落 但直到她走远于战敖的心情 都无法平静下来 怎料一旁偷听的恋儿 突然兴奋地冲了出来 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 献给这个大英雄 我喜欢你喜欢的都快要疯了 我愿意跟您走 我来上哪儿我都愿意 好妹妹 有些事 你想都别想 连大哥你就看一眼恋儿吧 我不比我姐姐长得成 我什么都会干 什么都不比她差 你就要了我吧 恋儿没想到自己只是一厢情愿 于战敖心里根本一点位置都没留给她 此刻善家两位叔叔又找上了门 他们亲眼看到 朱豪三位引诱于战敖现身 拿豆冠当人质 认定他就是战敖的主 说什么也要把他们母子赶出善家 幸亏嫂子极力辩解 豆冠就是变狼的儿子 就算是打到公堂上去 我也这一句 谁要是敢把豆冠赶出善家大院 我就跟他拼命 你是铁嘴钢牙呀你 完备不敢 这样对你没好处我跟你说 对 小心啊 到处连泥块儿轰出去 久而见状急忙向嫂子道歉 如今他和于战敖已经彻底断了 以后他便收回心 带着俩孩子跟他好好过 怎料于战敖晚上又找上门来 不甘心就这么与九儿一刀两断 妹妹 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啊 你说平时 平铺岸盖的也就算了 他就算什么呀 告诉你儿小奶奶 他男人来了 这些钱让所有人都知道 豆冠不是善家的种啊 你别动气 我这就去把他赶走 快 恋儿 快 去老房东西找同药来 我去掃掃这些药类的 于战敖想尽各种办法 想让九儿跟自己走 可九儿才不惯着他 仅用一招 就让他彻底对自己死了心 此刻丫鬟 烈儿突然站出来向姐姐躺来 称自己喜欢于大哥 喜欢的整天都睡不着觉 既然他不要这个男人 他便在无顾忌 丫头突然跳槽 要跟自己的男人走 无论九儿怎么阻止都没有用 而于战敖为了气九儿 竟真要带走恋儿 我要是被官府抓去了呢 我去救你 救不出来跟你一块儿死 听见了吗 这才是我的女人 眼看着二人即将离开 九儿慌忙地跟着追了出去 心中一股醋意突然冒了出来 他为了两个孩子 前程不得不与于战敖分开 没想到也亲自把自己男人 送到了别人手里 于战敖第二天抱着恋儿大口 喝酒吃肉 他被九儿的一盆 穷江玉叶泼的透心凉 称他在自己心里已经死了 如果俊杰还喜欢他的话 大可以找他去 俊杰受不了他这么说一个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 再一次为了九儿与他大打出手 直到打泪的于战敖 才痛苦地说出了心里话 不是我不要他 是他不要我 我在他眼里是多狗屎 他叫不及我 你要真的喜欢一个女人 你就得想办法 让他和他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九儿是觉得你不争气了 恋儿以为自己可以顺利地 当上压债夫人 怎料于战敖心中 根本没有他的位置 没多久就以队伍上 不能留女人为由 将他送到了干娘那里 九儿来找恋儿 要他跟自己回家去 没想到恋儿 只想守着于战敖 你这要跟着于战敖 当土匪啊 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非得跟他混 你这不是害你自己吧 我愿意跟着于大哥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你 你可不要脸 别人剩的东西你就剪 我没剪 于大哥现在喜欢的是我 不是你 听到这句话 九儿又莫名地心酸起来 俊杰第一次看到九儿 如此大发脾气 猜到九儿心中 还是放不下他 可倔强的九儿 既然做出了选择 就不会回头 从你往后 你就好好的 在善家过来 要活出没有样子来 给你们看 九儿决定守着善家家 也好好跟嫂子过日子 怎料嫂子为了独吞家产 还是换着花样 要赶走自己 豆瓜 以后呢 你就跟娘过 她呢 是你婶子 叫婶子 娘 叫婶子 叫 叫婶子 婶子 豆瓜 痛苦地将亲娘喊成婶子 九儿在这一刻心都碎了 嫂子 我这孩子从小玩的 你以后就好好教育他 该骂的说他两句 该打的就骂他两句 儿子过继仪式正式完成 晚上九儿守着女儿 思念着儿子 不知道他在嫂子那里 还戏不习惯 舒贤认为 轻生不轻生 不就隔层肚皮吗 豆瓜迟早会心 甘情怨认自己做鸟 却低估了血浓与水的亲情 豆瓜等到半夜 趁他睡着时 竟偷偷跑回了九儿屋里 而九儿这时候也在等着他 我就在这屋 我不过去 他身上有味 要替娘问吧 还是要去大娘那样 妹妹 下一秒有味的大娘 就到达了现场 要把新任的儿子接回去 可豆瓜怎么也不肯 跟新娘回去 豆瓜 跟你娘回去 婶子快 娘 娘 九儿以为这样 他就能再善加平安度 没想到嫂子第二天 又开始得寸进食 觉得他只要出现在 豆瓜视线内 他就不肯认自己 希望九儿和奇观 先搬去下人屋里住几天 九儿为了儿子 适应新环境 也是二话没说 可豆瓜越是见不到 亲娘越是哭闹 连日来不吃不喝 也不肯认她 血浓与水的亲情 再怎么也无法阻断 舒贤为了彻底 将豆瓜占为己有 竟想着要九儿 永远消失在自己眼前 晚上他就莫名其妙地 犯了头痛病 立刻让豆瓜 把九儿给请过来 此刻的九儿 完全不知道 嫂子头疼病是装的 刚走到一半路 就被四面冲出来的土匪 给绑了票 罗汉得知九儿 去给舒贤请大夫 发现情况不妙 果然在半路上 就看见九儿情急之下 落下了心 急忙回去质问 舒贤到底怎么回事 她在哪儿 花脖子不是喜欢她吗 我把她送她那儿去了 你怎么能干这个呀 只要有她在 豆瓜就不会认我这个娘 虽然磕了层肚皮 可豆瓜是我的孩子 我才是她娘 可这回 您做得太过了 九儿是那种 扔到井里 都能爬出来的人 再说她身后 还有余战傲 罗汉劝她趁事情 还没有闹大 赶紧把她救回来 可舒贤却依旧选择 袖手旁观 任由九儿 在土匪窝里自生自灭 漂亮的女人 被人陷害绑进了土匪窝 土匪头子当晚 就要娶她做压债夫人 聪明的九儿 仅用一招 就保住了清白之身 她故意将自己身上 挠得满身是伤 然后假意答应 自己愿意嫁给她 花脖子啊 我真觉得 你比余战傲那个畜生 要不及 怎么 余战傲嫌弃你了 别提了 我永远以为 我是她手心里的宝啊 谁知道 她现在有了别的女人了 把我撂一边了 花脖子赞叹九儿 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怎料主动宽衣的九儿 突然全身痒痒起来 花脖子看见九儿身上的伤 瞬间吓了一跳 以为善扁狼 已经把麻风传给她了 怪不得 余战傲不要你了 你是不是 染人麻风了你 像是下来那怂样 你和余战傲啊 都一个德行 我就是要把麻风 都传给你们了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明天就找我郎中 你给我呆着 花脖子下的瞬间 不敢再碰九儿 而九儿也是暂时脱离的威胁 罗汉连夜赶到土匪窝来 找余战傲 听到九儿被死对头 花脖子绑走 余战傲当时就不淡定了 怎料料怕她出事死活 拦着不让她去 你这娘们怎么没良心呢 人家九儿对你多好 她再好也没有你好啊 你说你要是出点事 我可咋活啊 他们很快打听到 花脖子藏在了什么地方 为了顺利救出九儿 余战傲一气之下 直接绑了花脖子 平日里最疼爱的妹妹 此刻的花脖子 正找来大夫给九儿看病 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露鲜 九儿直接想办法买通了 给她看病的大夫 我男人呢 是余战傲 听说过吧 大名鼎鼎 你要是帮着花脖子害我呀 我想你全家的性命了 可就难保 我觉得是吧 你还是最好 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让我怎么说 你就是我妈封面发作了 九儿以为这样花脖子 就会放了自己 怎料对方下一秒 竟想要了她的命 因为有人出了大价钱 要她的性命 既然她做不了压债夫人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九儿这才得知 自己是被嫂子卖给了土匪 关键时刻花脖子 收到余战傲送来的信 如果感动九儿一下 她便再也见不到 她的亲妹妹 花脖子听后 主动与余战傲 商议了换人地点 只求她也不要 动自己的妹妹 九儿在余战傲的 亲力相救下终于脱鞋 九儿 他们没为难你吧 没有 你放过那女孩吧 真的 没有 真的 放人 看到九儿在善家 如此受委屈 余战傲想把她 留在自己身边 可她已经走上了 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九儿为了孩子 妻子注定无法跟她在一起 她要继续回到善家 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也要让屡次 伤害她的嫂子 付出应有的代价 嫂子看到她回来 立刻就慌了 妹妹 该不会从此 拿我当死对头了吧 从那往后 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豆瓜 跟娘回屋 这不是说好了 豆瓜过去给我的吗 就先别提这茬了 九儿与嫂子的战斗 正式开始 九儿随后来到 少奶奶的房间 看着她手寡 十多年换来的 这块妇女凯模牌笔 立刻生出一计 她要让这个女人 身败名列 她随后找来哥哥 戴大牙帮忙 希望她能帮自己 找个身体强壮又年轻的 还要招女人喜欢的男人 你说的这样人吗 我们桌上倒是有一个 帅呀 正快你说吧 他们那十里八乡的寡妇 全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 找个机会 我私下里看看 不是九儿 你不是要再嫁吗 要是再嫁这个可不行 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就安排去吧 九儿随后要会一会 这个寡妇杀手 那人长得白白净净 十分符合九儿要求 什么叫妹妹好 善家二少奶奶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那个玉郎 能吃苦吧 那你得看吃什么苦 这烧锅上那点活 也算不了什么苦 哎呀 只要能动钱啊 干什么东西啊 真了 你回去吧 这就对你 是 有信啊 我让我哥告诉你 九儿的报复计划正式开始 为了不让嫂子 和其他人引起怀疑 他让哥哥把玉郎带到善家 来找个扛活的工作 然后兄妹两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九儿装作一副 非常嫌弃玉郎的样子 玉郎兄弟 听说你要找事做 好 这凭力气吃饭的人 想找个力气活 吃饭 大安哥就把我带这儿来 看你这白白净净的 不像是出大力气的人 就是啊 要找活去别地 别来我们善家 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 还以为我往家里吃白饭的 二少奶奶 你想多了 要不就让他留下吧 我不会和大少奶奶说 这人是你介绍来的不是 为了替大少奶奶 弥补对九儿的愧疚 罗汉顺手卖了个人情 很快答应让玉郎 去烧锅上干活 第二天 九儿就安排玉郎 故意接近嫂子 首寡十多年的书贤 没想到自己的春天 就这么来了 大少奶奶身上用香 一只味道真好闻 你这个扛活的 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 你这个扛活的 我就是 玉郎一句话搅得大少奶奶春心蒙动 晚上她又来到院子里开始洗澡唱情歌 如此身体强壮又长得白净的美男子 让忍不住偷看的大少奶奶瞬间心跳加索 怎料她忍不住再次打开窗户时 那人却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她便询问罗汉是不是烧锅上招了个新伙计 很快又来到了漫漫长夜 看着同样守寡的久而晚上有孩子陪伴 不甘寂寞的大少奶奶又开始折磨起包了浆的豆子 关键时刻窗前又响起了哼曲的声音 原来是玉郎又来到院子里洗澡 大少奶奶这才露出一丝笑颜 扒开窗户偷偷观看着这个白净的美男子 我的亲咋这么上头呢 心花怒放的她害怕再多看一眼就守不住底线 怎料第二天还是忍不住偷偷跑去烧锅上看看 罗汉很快发觉了大少奶奶的心思 原来她对前玉郎有别样的心思 晚上看到这个男人又要去后院洗澡 罗汉急忙上前制止 这不是有警吗 把后院爬上来 罗汉大哥 这经理的水啊 不许深口油 他他不干呢 后院经理你去 不许去 我去 咋了 二少奶奶 罗汉大哥 这伙计也是个 用哪个井不是用的 久儿说自从恋儿走后 就只有他自己打水 往后他屋里的水就安排玉郎打 随后便顺理成章将他带到了后院 还坐在水井旁故意和他聊起天来 早就听说三家两朵花 一朵比一朵漂亮 我这进来一看 真是 那你说说 我和大少奶奶 谁好看啊 这要说好看吗 二少奶奶 你年轻了几岁 肯定是你更好看 嗯 可这样是 那就还是大少奶奶更有味道了 胡说八道了你 大少奶奶现在正是虎狼 是你 玉郎的花言乔语哄的大少奶奶心花怒访 第二天就连走路的气质都多了几分妖娆 再也不是之前那个正经微作的大少奶奶了 大少奶奶好 龙汉大哥派我去城里送你 那我给大少奶奶带换椅子吧 我有椅子 我知道城里有一家店 都是一些从青岛进来的东洋椅子 人家那椅子好 用一回满身香 好几天都掉不了 那我给你钱 别给钱啊 大少奶奶 我挣了钱 它不就是你给的吗 晚上舒贤让下人给他烧一盆热水 他要用玉郎专门给他带的椅子洗个澡 九儿的美男计几乎让大嫂完全沦陷 玉郎接下来就按照九儿的指示 等着鱼儿完全上钩 晚上大少奶奶试图念经送佛让心静下来 怎料门外的玉郎再次把他搅得心愿意满 他试图念经送佛让心情平静下来 但这个男人情歌唱得越来越起劲 我的亲这谁能受得了 此后大少奶奶再也没有打开窗户偷看过玉郎 他怀疑九儿这招美男计根本不好使 但女人是最懂女人的 他要是任你在那洗那是朋友 他这看了几天又不让你在那洗啊 这倒就给你 这些天你别理他了 见了面也别理他了 好 玉郎都听二少奶奶的 此后玉郎见到大少奶奶打声招呼便转身离开 接连几天下来又搞得他心神不明 难道这男人就这么放弃自己了吗 寂寞的舒险晚上又过上了薯豆子的生活 眼看着他已经憋到了火候 玉郎询问九儿要不要行动 可九儿关键时刻却心软了 昨天我碰见大少奶奶了 她有意找我说话 还问我那块椅子在哪买的 看样子是着了道了 这回行了吧 你让我再想想吧 二少奶奶你不忍心了 早干啥去了 我费这么半天劲 你这时候打退堂鼓晚了吗 不能复人之神呢 虽然大嫂曾经多次想要了自己命 但毁了她的明节也等于要了她的命 正在她犹豫之时 接下来的事情很快让她下定了决心 原来大嫂还在惦记着自己的儿子 来 给娘来 你看娘有啥 你不是儿娘 你是儿大娘 算大娘 走 上大娘屋里 你看大娘屋里有啥 啥 舒贤将豆冠抱到了屋里 要将一块玉佩送给她 奇观知道这个大娘肯定不怀好意 急忙将玉佩打落在地 大哥不要 我都骗了 打掉我的玉佩 还要敲儿子吗 你不是爱你了 我疼不疼呀 久儿心疼地把女儿搂在怀里 大嫂知道是自己做得不对 急忙前来赔罪 但久儿这次已经下定决心了 奇观她没事吧 没事 她一压个骗子吧 打一下又不成 你要是这么说 就这怪嫂子我没人性了 我哪敢啊 我听说那没人性的 生下闺女就把她闷死了 晚上久儿失忆玉郎开始行动 而此刻寂寞难耐的大嫂 又试图用念经送佛平复心情 却听到门好像被人撬开了 她猜到是玉郎 但这次并没有阻止 紧接着一双大手便摸到了她的脸上 我的亲你终于来了 我的亲 你怎么才来 怎么才来 这时候该久儿上场了 她声称自己手势不见了 故意带着伙计前去大嫂屋里寻找 正好逮到了她想要看到的画面 前玉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守寡多年的大嫂房间突然闯进一个男子 久儿立刻拽着她来到了院子里 生怕别人不知道嫂子的大新闻 罗汉知道是久儿故意这样做的 立刻驱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 自己舍不得越雷翅一步的女人被这么玩弄 愤怒的罗汉随后抓起玉郎就一顿狂揍 眼看着就要闹出人命 久儿急忙赶过来阻止 二少奶奶 我知道 大少奶奶做错 可您不该这样啊 您把她给毁了 我还没把她卖给投肥呢 细皮嫩肉的玉郎差点被罗汉揍花了眼 靠脸吃饭的她希望久儿给自己讨个说法 怎料久儿为了大嫂的新闻不再继续发酵 立即要将她赶走 可这玉郎竟打起了久儿的心思 罗汉担心舒贤会出事怎么也睡不着觉 索性直接蹲坐在她的门口手 而此刻大仇得报的久儿心中却畅快不起来 大嫂苦苦守了一辈子寡 换来的荣誉就这么被她毁了 罗汉守到半夜突然听到屋里有动静 冲进去赶忙救下了将要上吊的书贤 大嫂奶奶你不能死啊 这么多年你都熬过来了 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 你得活着呀 看到大嫂如此痛苦 久儿惭愧地跪在她面前正式道歉 希望能得到嫂子的原谅 罗汉曾说过书贤根本都不过久 这次她也彻底认输了 她要把整个善家都交给久儿 只希望她能放自己上路 可久儿却不想再跟她互相伤害了 这事到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 咱俩别再逗了 以后我再不害你了 你也不应该害我不是 可是我没脸活了 就让我去 不行嫂子 你要是要走啊 你把我一起带走 我跟你一块走 善良的人伤害别人比伤害自己难受 久儿想与大嫂从此一笑闽恩仇 但无论自己怎么道歉 大嫂都心如死灰 连日来不吃也不喝 久儿不想让她被明洁这两个字给筐死 必须让她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把罗汉这些年对她的情谊全部都讲了出来 你想想 罗汉大哥那么好一个男人 他正当年有手艺又有模样 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混过去啊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 他为什么就没迈出这一步呢 这才是罗汉大哥的好呢 罗汉大哥喜欢嫂子 但他只觉得自己是个伙计 身份和嫂子不一样 嫂子又一心想要守明洁 他只有远远地看着远远地守着 这才叫君子 罗汉就这么守了书贤十多年 可书贤这些年又何尝不是把她当成唯一的依靠 久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曾经的大嫂为了明洁苦苦手寡大半辈子 如今她再也不想每晚靠属豆子入睡 她一把火烧掉了约束她半辈子的妇女凯威牌饼 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妹妹 去把罗汉给我找回来 只要她不嫌疚我 我这辈子 就是她的人 早起 放心 我一定能找你 而此刻的罗汉已经厌倦了两位少奶奶之间的争斗 左右为难的她决定离开善家重新开始生活 无论久儿怎么劝阻都没有用 您快点回家了 陪着大少奶奶 她要是再出啥事 您的罪患就大了 我真的错了 久儿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还是跟我回去了 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罗汉大哥 这勾兑三十里红的秘方您知道了 现在您走了 不就把善家的秘方也带走了吗 久儿本来想以此留下她 怎料罗汉紧接着要发血 是不会把秘方传出去 久儿见此只好放她离开 舒贤得知罗汉次公走 来到她曾经住的房间里非常不适滋味 也许自己命中注定就该孤独一辈子 久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手艺的罗汉很快找到了夏家 怎料对方出高价 只是想让他酿出文明高密的三十里红 这三十里红是善家的 我在善家辞工的时候就答应过 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酿三十里红 可是我按罗汉师傅的价支付公权 如果您觉得给我的价高咱们可以降 如果您觉得不行 那我就走 好了好了 我讲不过你 只要你觉得合适就怎么样 罗汉师傅 外在影文上 新东家斥责罗汉是暖不热的白眼王 此刻久儿找上了门 期待着他回去跟嫂子好好过日子 却再次遭到拒绝 嫂子好不容易才救过来了 你可千万别断了他的念想啊 要不然你给他留句话 我没什么好留的 你给大少奶奶问好 让他好作为止 不得不说罗汉大哥真是凭实力单身 一年一度的斗酒大会开始了 罗汉再次凭借自己的金舌头获得头奖 关键时刻善家老二和老三要使坏了 端上一碗酒让他品一品 大家伙都知道 罗汉在我们善家干了多年 罗汉将这碗药酒一饮而尽 察觉不对劲的他想办法要把酒吐出来 但还是晚了一步 他的金舌头就这么被毁了 作为一个酿酒师傅舌头毁了就成了废人了 罗汉也被新东家赶了出来 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买酒 但还是品不出味道 一无所有的罗汉在驴棚醉倒 此刻的书贤终于决定亲自出马 想办法把这个男人请回去 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终于被书贤一颗真心打动 被他请回了善家 两个相爱的人熬了半辈子终于决定再也不分开 女人把土匪男友捧上天 怎料下一秒男友就大获临头 他的死对头花脖子突然袭击他们队伍 喝得鸣顶大醉的鱼战敖被兄弟们架着仓皇而逃 没一会就连老巢都被对方给端了 花脖子紧跟在他们身后群追不舍 他们很快逃到了三十里坡 烈儿为了谋得一条生路只好求九儿帮忙 曾经的丫鬟抢走了自己的男人 九儿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不是求我救他吗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你来啊 玉大哥他喝多了 再说了 他毕竟是个男人 你回去告诉他 要求他自己来求 别人求 没有 既然二少奶奶如此绝情 我就去这样回了玉大哥 然后和他死在一起 二少奶奶不知道 如果真能那样 雷儿得有多高兴 这丫头说话咋这么气人了 但大气的九儿无法做到见死不救 烂醉如泥的鱼战敖 看到他立刻清醒了过来 这男人真是欠收拾 看到于战敖把队伍带成这样 九儿丝毫没给这个土匪头子一点面子 让他换上伙计的衣服 藏狗洞里躲一躲 我一老爷们藏狗洞 这要让花脖子把我从狗洞里揪出来 那我不名声扫地了吧 善家大院就那么大 那你让我把你藏哪儿啊 我走 你不离去 你现在出去就送死 关键时刻大嫂站了出来 称自己房间的床底下有个地道 就让于战敖去那里躲一躲 九儿随后跑出去安排其他人 让于战敖的弟兄们全部扮成了善家火箭 他们紧接着听从九儿的命令开始移战 刚刚准备好花脖子便赶到了善家门口 要他把于战敖交出来 我跟于战敖好过一场 他也救过我的命 得知人图报吧 我不会交给你的 你今天要是不交人 老子就踏平着善家大院 我就是跟你同归于俊 也不会让你进来的 丢三 我往里面怪我 打 两队人马很快就叫气火来 九儿和弟兄们凭借优势的地形 暂时占了上风 此时县长朱豪三的队伍突然打了过来 要把这两股土匪一起剿面 花脖子看到后下的赶紧撤退 朱豪三紧接着来到善家 要将于战敖抓起来 怎料搜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找到 最后也只能离开 一个女人珍惜一个男人 就应该引他走什么样的岛 看到于战敖今日落荒而逃的样子 九儿希望恋儿能引他走上正岛 可恋儿却认为他在争风吃醋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喜欢于战敖吗 你怎么就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他还会东山再起的 是不是他死了你就高兴了 他死了没关系 我这两个孩子没爹了 为了这个我也得打你 虽然他是你两个孩子的爹 不过他心里已经没你了 他现在心里装着的女人是我 且不说他心里还有没有我吧 你得问问我心里还有没有他 这个恋爱脑的女人真是没救了 此刻的于战敖已经得罪了官府和花脖子 清醒的九儿劝他为了两个孩子别再当匪 要给他拿点钱让他带着恋儿远走高飞 可于战敖最怕九儿瞧不起自己 我必须在你面前活得堂堂正正的 我迟都会拉起一支队伍 让你看看让孩子看看 我说了我不稀罕 我稀罕 我今天 我是从那女人的床底下 那狗洞子里躲过来的 我往后也就这么认死了 我还有脸子活得是什么 于战敖一心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但此刻的县长朱豪三正埋伏在善家门外等着活捉他 虽然你心里有了别的女人不再想我了 但我却还想着救你 久而连夜找到隐退江湖的匪首黑夜 如今他是赫赫有名的侠义之士 只能请求他能救救自己的男人 朱豪三花脖子都想杀他 我要是收留了他 会给我和我的弟兄们带来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您要是收留了于战敖 毕竟是惹祸上身的 居然这样 干嘛你让我救他呀 因为我听说您是狭义之人 不会见死不救 黑眼不想救下于战敖惹上麻烦 久而见撞急忙下跪继续向他求救 于战敖是他的男人也是孩子的亲爹 他不能就这样看着他去死 我听说你贪图善家的家产 不要他了 我没有贪恋善家的财产 是于战敖没出息 我几次三番地劝他回头 他也不听我的 还找了别的女人 我这才下定决心跟他断的 断就断了 还救他干什么呀 我不能看着他去死 您要是不出手相救 我就只有回去跟他一块死了 如此痴情的女子还真是罕见 为了他这一片真心黑眼决定收了于战敖 久而最后请求他别告诉于战敖自己来过 既然他回不了头 为了自己一双儿女久而也必须跟这个男人彻底了断 他随后安排嫂子帮忙将黑眼的消息传达给于战敖 于战敖虽然不知道是久而在背后帮了他 但在临走之前还是放不下他 我是来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安身之处了 很快我就能东山再起 赶紧滚 带上你那个没脸没皮的女人 一起滚 我就不走 我今天就待这儿了 那你待这儿吧 我走 你别了 你别了 我想你 我想死你了 刚刚还吵架的两口子瞬间又黏糊在一起 烈儿看到屋里灯灭了十分生气 没想到两口子没一会儿又谈崩了 久而劝于战敖为了他和孩子回头 怎料他还是想着在黑眼那站住脚后再拉一只队伍 二人短短几分钟又翻了一只队伍 说来说又拉一只队伍 于战敖随后就要带着恋儿离开 由大嫂亲自送他们上路 久而以为从此可以好好过日子 没想到一群豺狼虎豹的到来很快打破了他们平静的日子 哭等多年的恋儿终于要嫁给心目中的大英雄 怎料关键时刻前妻直接派他们的两个孩子来喝亲爹的喜酒 恋儿眼看着婚事要被搅黄了 急忙跑出来阻止 你走 你走 你到这来换人家喜事算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当年偷男人那些事大家伙都不知道啊 说啥呢 这是大少奶奶 你个丫头能跟她这么说话吗 长生啊 我是你媳妇 没过门的 还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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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媳妇我不娶了 此刻的于战敖心中还是放不下酒 都是因为昨天去找她吃了闭门羹这才赌气迎娶莲 清醒过来的她说什么也不愿再娶 这可把莲儿气坏了 于战敖 你可没良心的 我没脸活了我 我没脸活了我 还不找个人跟着 快出声 快快快 婚礼说取消就取消 莲儿当上郑公娘娘的梦再次破碎 她虽然伤心欲绝大还是离不开于战敖 战敖 山家大院那个女人她只会坏一扇 只有我能帮你当上高米国的皇帝 我才是你的郑公娘娘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要是愿意在这待着 我养着你 要是不愿意去哪儿都行 你回来 这个倒贴的女人始终没能得到她的感情 于战敖随后便忍不住去找真正的郑公娘娘 此刻的九儿已经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算准了这男人今晚会来 而于战敖今天也出奇地走了一回绿色通道 从靳善家大院到靳九儿的门一路畅通无阻 都是九儿特意为她留好了门 九儿 我的亲你咋才来啊 幸福的时刻总是短暂的 很快天就亮了 九儿提醒她该回去了 可战敖就想在她怀里躺着 九儿劝说她是男人要做她该做的事 紧接着又说出了自己的口头禅 如今日本人已经来到了高明 九儿感觉出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她是个男人天塌下来都得顶着 百姓需要的时候就得上阵杀敌 可于战敖只想跟九儿在一起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 如果以后日子真的太平了 我俩都平平安安的 你还没喜欢上脸吗 就回来 我还要等着你 咱们一块过后 于战敖心疼地擦干九儿的眼泪 让她等自己回来好好过日子 到来瞬间打破了高蜜人宁静的生活 他们妄想着占领高蜜 还要征服高蜜人的心 他对我不明白这个理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现在就砍他 晒一下他就红了 等到时候你再砍他不行吗 还没成熟的高粱被 骨骋不情地糟蹋 热爱粮食的老农民 看到这一幕心疼不已 试图走上前去跟鬼 有道理 太决 伺候他这么高不容易 他马上就熟了 您就让高粱收了吧 您喝过我酿的三十里红吗 那是最好的高粱酒 您只有喝了那个酒 才能知道 这高粱 是多好的生灵 你付手八道 你的脑袋 有很大的威胁 罗汉无法看着 有生命的高粱 被他们这么糟蹋 可X子只想快速地实施修路计划 毫不留情地将一位 反抗的罗汉打倒在地 在他的心目中 高粱就是他的灵魂 罗汉不能容忍 自己的灵魂被践踏 半夜起来放走了 所有给X子干活的牲口 不给这把牲口干了 都走 都走啊 走 都走 走 罗汉随后一把火 将X子的牲口棚全部烧 却没想到他如此反抗 会要了自己的命 听到罗汉被小日子抓了起来 舒贤瞬间慌了神 妹妹 你猜的命啊 罗汉的命啊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救救罗汉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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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罗汉 你先回去 快 罗汉这是怎么了 放心 别着急啊 久而求总本把罗汉放了 这样高密的老百姓 也会佩服他的宽宏大量 怎料总本说什么也不答应 你们来了高密之后呢 口口声声说 要爱护高密的老百姓 您也跟我说过 这要把高密建成王道乐图 您就把罗汉大哥放了 让高密的老百姓 看看你们的宽宾一大量 不行 你们走吧 久而情急之下 只好找余战敖帮忙 可列尔害怕他得罪日本人 说什么也不让他去救罗汉 黑眼知道罗汉对余战敖有恩 决定先礼后兵 跟日本人去谈谈去 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再动手也不迟 如果 今天你不杀罗汉 黑眼将继续约束手下 不予皇军为敌 不够 不予皇军为敌不够 还要接受皇军的改变 一级队伍不够 三级队伍 都要接受 总本想让以黑眼为首的 三只土匪队伍 全部接受他们收编 如此大的条件 黑眼是无法接受的 转身就要走人 玉郎趁此急忙 给义父灌迷魂汤 刚才野苏先生又跟我说了 说只要咱们这些队伍 能接受他们的收编 我 你说 避免冲动 我没说过头像的罕见 义父 义父 还要去的 不是想让你头像还大 你不许再跟我说这种混战话 黑眼急忙跑去通知 余战敖去救人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他们都去罚场集合 让他们看看反抗皇军的下场 书贤听后默默地回到屋里 换上了与罗汉大婚时穿的那件婚服 带上东西要去见丈夫最后一面 在罗汉被处决的那一刻 他勇敢地站了出来 书贤守了半辈子 才找到罗汉这么的男人 这次绝不能让他先离自己而去 久而知道大嫂曾经守寡的日子有多苦 即便这次有去无回还是选择成全他 书贤知道丈夫是个爱干净的人 请求太君让他给他收拾收拾在上幕 等到给罗汉收拾干净 书贤又给他换上了二人大婚时穿过的婚服 那是他平生最幸福的时刻 怎么能轻易放这个男人离开 我走了 以后 没有以后 我跟你一块儿走 书贤 我这辈子 是你才让我真正服务一回 书贤 我们好了 再离开 随着两声刺耳的枪声响起 罗汉与大少奶奶壮力吸收 此刻余战凹才迟迟带着救援队伍前来 没想到一切都来不及了 失去两位至亲的久儿非常生气 余战凹 罗汉是高密城里第一个敢反抗皇军的人 他为了维护还没成熟的高亮感当面与他们较难 久儿称他以后就是善家的酒神了 要把他酿酒的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而罗汉的牺牲就像是个要引子 激起了高密城所有百姓的反抗之心 余战凹痛心地当着所有兄弟发誓 从今月起坚决抗日 是爷们的 又想跟我打鬼 怕死的 现在就走 有要走的吗 没有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是死敌 不把鬼赶出高密 事不为人 余战凹随后和弟兄们在 毕竟之路上做好了埋伏 久儿则在家里负责给他们做卡饼 做好的就给他们送到前方战场上去 辣椒蛋蒜 驴肉 猪头肉 让咱们的男人吃个饱饱的 此时十几个X正中了他们的埋伏停在桥上 由于第一次见到X太过紧张 一个兄弟竟提前放了一枪 谁他娘子放的 打打打打呀 打 打起来了 大家加点紧赶紧把柄送过去 好 与战狗远远远低估了X太过 对方凭借先进的武器 没一会就把他们打得云头转向 而这群土匪出生的爷们却死守着阵地 势必要跟他们血拼到底 看到小X的武器好枪法又准还都藏在桥底下 久儿得想办法制止他们 久儿立刻吩咐女人们把村里能找的高亮杆子全部找来 关键时刻猎儿却躲在庙里 跪求菩萨保佑战狗能打个圣掌 此时的县长朱豪三正埋伏在半路上 为了于战狗能顺利剿命 准备袭击鬼子的增援队伍 兄弟们 报国的时候到了 绝不能放他们过去 给我打 此刻于战狗的队伍正在 先进了武器打得云头转向 久儿和妇女们急忙扛着高亮杆运往前线 要把这些高亮杆做成火球 将躲在桥底的鬼子给熏出来 怎料高亮杆还没到半路就熄灭了 娱战狗看到刚推下去的酒坛子 被鬼子打了一枪瞬间爆炸 紧接着将所有酒坛子扔下去火烧 无数的酒坛子像一颗颗手榴弹一样炸到 处可躲 紧接着继续用火攻他们 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于战狗带着兄弟们冲下去要跟他们行 一个个高密好男儿像打了鸡血一样冲向战场 势必要将这些侵略者赶出家园 此刻的久儿看到这一幕瞬间热血沸腾 俊杰从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上阵杀敌的热血男儿 而他的男人鱼战狗也终于走上了阵段 在高密老百姓陷入危难的时刻 他勇敢地站了出来 躲在高亮地的恋儿听到这打斗声都快吓死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 于战狗的队伍终于胜利 于四鲁 于四鲁能打胜了 他们要跑 胜利们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赶快追 朱豪三想乘胜追击消灭种本的队伍 怎料在半路不幸被鬼子的子弹打断了腰椎 于战狗虽然打跑了XX的队伍却伤亡惨重 而他也累得动弹不了 残酷的战争让九儿更加爱惜眼前这个男人 不想再与他再分开了 而躲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恋儿十分不爽 又要想办法跟九儿抢正公娘娘的位置 这个县长在抗战中不幸XX的子弹打断了腰椎 从此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想要一枪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却被他的夫人及时制止 九儿知道只有于战敖能让他重新燃气活下去的希望 可此刻的于战敖却对他又惊又混 曾经的朱县长为了治理好高密 误杀了自己的好兄弟 但为了打XXX不得不放下个人恩怨 会在朱厚三面前愿意正式与他和解 有如此血性好男儿何仇敌寇不灭 朱厚三愿意将自己的队众全部交给于战敖 把保家卫国的重任也正式交到了他身上 把小伙儿赶出高密 赶出山东 赶出中国去 这蛋子 你敢大吗 没有我不敢干的事 九儿第二天就给朱县长找来了一把门 虽然上不了战场 但他依然可以指挥战斗 经过昨天一战他们的队伍都伤亡惨重 接下来他们要好好修整迎接新的战斗 朱厚三料定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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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暴 等到他们一走 九儿就通知各位乡林赶紧躲进高亮地 可是等了两天也没有听到鬼子有任何动静 乡亲们纷纷收拾好东西想要回家 九儿急忙让三叔去拦住他们 见乡亲们都回去了 二叔三叔也不听劝地跑了回去 却不知敌人正在暗处盯着他们 听到村民们都从高粱地里回来 钱玉郎急忙跑去向皇军汇报 你赶快去告诉各家各户 谁都不许出高粱地快去 进村后烧杀抢劫无恶不走 手无寸铁的平民一个个都倒在了他们枪桶下 等到余战敖感到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发誓一定要多杀鬼子为他们报仇 余战敖代表他鬼子拼了 余战敖 你要是不跟鬼子拼到底 你就不是人 这个傻女人为了让余战敖归手 竟要将他最疼爱的女儿送给他们作为筹码 他故意装可怜来到了善家找九儿 称余战敖不要他了已经把他赶出来了 这么多年了 他心里真的喜欢的还是姐姐你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 一个女人爱惜自己的男人 就该知道你她走什么样的道理 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我到这儿来求姐姐收留我 九儿看在多年的姐妹情分上收留了恋儿 却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处心积虑来骗孩子的 趁着九儿还在烧锅上忙活 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哄骗两个孩子说要带他们去见亲爹于战敖 豆冠跟着恋儿跑到半路发现不对劲 想要把妹妹带回去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奇怪你下来 你回家 下来 你干什么呀豆冠 哥哥 你带咱找爹去 他不是 奇怪 你下来 下来 豆冠赶紧跑回去告诉九儿 看到恋儿带着孩子已经跑远 九儿急忙让豆冠带人去通知于战敖 而他已经猜到女儿要被他带到哪里去 恋儿刚进城就把器官交给了日本人 随后就被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 你们就在这儿安心等着 我相信不久你们就会见到于斯林了 恋儿以为只要交出器官于战敖 就会归顺皇军 并扶持他当上高密县的县长 但鬼子的圈套就连御郎都看出来了 一句话点醒了他的美梦 日本人现在撒下了一张大黄 就等于战敖来救他闺女 可以把他们一网打起 你们根本就没想让于大哥当县长 你们只想抓他 别再给我一口于大哥一口于大哥 你把他闺女带到了这儿 恨你一个 此刻的于战敖听到闺女在日本人熟了 发了疯的要去找她 任凭谁都拦不住她 九儿赶到了县城里去找种本讲道理 可对方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 只有交出于战敖他们才会放人 九儿紧接着要求见一见女儿和恋儿 怎料这个傻女人依旧执迷不误 你觉得她为了闺女她会投降吗 她会 张敖她疼乞官 为了乞官她什么都能做 于战敖她不是这样的男人 她就是想要投降 日本人会让她投降吗 你们都明白 就我一个人傻 我来以为日本人真的让张敖当县长呢 我怎么着也成了县长太太了 九儿知道自己的闺女没救 她想最后再抱一抱这个贴心的小苗 感受一下有女儿的温暖 可下一秒却忍不住泪流满面 你们记得媳妇的样子吗 一辈子都记得知道我 爹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呀 为了让于战敖留着一条命继续打 她必须拦住她前去救女儿 而此刻反应过来的恋儿 带着器官撒腿就跑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媳妇 你快走 冲冲跑 媳妇 我一走 已经走不了了 媳妇 媳妇 你快走 我没你没了 我没你没了 她冲动的想找这帮恶魔报仇 却被九儿拦住 因为她这条命还要留着继续打 你去就是死了 我死了 你走开 于战敖 你是个男人 你也是真是追悟的司令 你不仅是奇怪的爹 你得好好打日本人 你再来给他报仇 你要是埋开 他就白死了 还没等他们 从痛失爱你的悲痛中走出来 前玉郎就带着 又追了上来 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于战敖只好放九儿 暂时离开 想回去吧 给弟兄们做嘉宾 让他们吃饱了 好大鬼子 残酷的战争 让他们更加珍惜 彼此在一起的时间 可于战敖万万没想到 他们这次分手一别 就是永远了 看到山坡下 密密麻麻的 余战敖只想把他们 全部消灭为暗影报仇 没想到 这时候还想着让他投降 于战敖 你们已经被皇军包围了 赶快缴械投降 我可以念在兄弟一场的份上 让皇军保你不死 是 君姐 你枪发射 给我避着千玉狼 九 八 七 二鬼子 前玉狼终于下线了 两支队伍紧接着 继续开始火拼 但因为 X的火力实在是太强了 于战敖的队伍 没意会就被他们炸得 头晕目眩 既然撤不下去 那就等着他们上来吧 此刻的X正在检查战场 只要发现火口 就立刻补上一枪 看到于战敖 还睁着眼睛 准备立刻扎死他 怎料关键时刻这个汉子来了一个反护 身边的弟兄们随后一起站起来继续杀 看到杀了他闺女的仇人就在对面 于战敖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时刻 这位英雄好汉 就这样倒在了敌人猛烈的炮火中 关键时刻朱县长及时带着援兵赶到 他让俊杰带着战敖的队伍赶紧撤退 就让他留下来拖住鬼子 从命令 走 走 走 没一会诸豪三队伍的子弹也全部用光了 眼看着冲上来的部队越来越多 朱县长命小颜带着队伍赶紧撤退 而他则再次选择留下来 推着我 会连累弟兄们 让我留下 牵制敌人 夫人 你在哪 我在哪 撤 快撤 撤 看到所有的队伍全部都撤退了 他们夫妻二人也没什么可怕的 剑撞很快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朱厚厂 这一次 我不会帮你走了 我们就没想走 久儿看着伤痕累累的余战敖十分心疼 这个曾经对自己死缠烂打的男人如今怎么叫都叫不醒 可就这样鬼子依然不肯放过他 鬼子追过来了 有多远啊 大概有七八里地 这回鬼子是下定决心要消灭我们了 你看大家现在又累又乏 我们弹药也不足了 根本没有办法跟鬼子应聘 所以我们决定马上撤离 久儿随后关了善家大院 跟着俊杰的队伍躲进了高粱底 得到情报的鬼子很快就追到了三十里坡 总本知道鱼战敖已经没了战斗力 但还是必须要消灭他 俊杰知道他们没办法跟鬼子应聘 只能想办法躲开 可是他们很快就被包围了 前面发现是本兵了 咱们被包围了 大家准备战斗 你们几个保护好鱼司令 跟我来 如果他们跟鬼子应聘 肯定谁都活不了 看清大局的久儿立刻想出对策 他依依不舍地看了看此生最爱的男 紧接着向豆冠快速道别 好好看看你 你好看不 你好看 以后长大了呀 跟着爹打鬼子 妹妹得把咱家的三十里胡酿出来 你好 我要记住了 永别了我的豆冠 久儿为了给队伍争取时间 必须马上行动 转身就扑到了高粱地里 他要用最美的歌声把咱家全部引过来 深片的那片天野 马上去一切 手边的走花儿香 高粱手为红满天 大约九点的快乐戏 雨显我自己带不过的 准备 俊杰听到九儿的歌声便知道了他的用意 如此声名大义的女子让他忍不住泪如雨下 但此刻的他不得不带着队伍离开 九儿很快来到了他藏三十里红的地方 快速地将这些烈酒撒在地上和高粱杆子上 随后又将这些酒罐子全部砸碎 没意会就将所有的鬼子全部吸引过来 阿小奶奶 请告诉我 雨显在哪里 九儿不想跟他们多啰嗦 趁对方不注意滑响了几根火柴 旁边的鬼子发现不对劲立刻向他开枪 九儿随后将火苗扔进了酒罐子里 想要饮酒自焚和鬼子同归于尽 别人了 高浓度的酒在烈火的燃烧下瞬间爆炸 九儿在一声声爆炸声中英勇就应了 心有灵犀的鱼战烧此刻突然醒了过来 他直到九儿走了 大姑儿 你娘走了 走走走 有 有 你上进来 黄昏的大陆 长长的宝船 有 有 你上进来 伤痕累累的部队迎着火红的落日继续向前打路 相信总有一天胜利是属于我们的